我们一起激励了很多很多事情 我认为我对这段感情付出了我的全部 我一直在规划我们的未来 但是很多时候他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我一直想以过来人的角度去督促他 去提前做一些准备 少走一些弯路 但是他却觉得我太强势了 他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我觉得他总是以为我好为借口 总是要求我做很多事 但是我只是想享受一下大学生活 他有很多小时都要管 我觉得我快要喘不过气了 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 现在慢慢开始变得很不平等 我不知道我是找了一个女朋友 还是找了一个妈 这问题可严重了 我找的是女朋友还是妈呢 让老师们给甄别一下吧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李 22岁 来自山西学生 女嘉宾小刘22岁 来自山西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是同学吗 是 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 对 谈恋爱谈了 三年了 三年了 你怎么会觉得找了个妈呢 因为我因为一些个人原因 晚上了两年大学 然后她现在是大四 她在忙着考研 然后我是大二 我就感觉我们不在一个节奏上 她总用她的那些方法去要求我 比如呢 她就每天就逼着我去 就是上完课了 逼着我说让我去找兼职啊 或者让我去多学习 学习别的东西 挺好啊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才大二嘛 我的课也比较多 然后我就想的是到课少一点 大三或者大四的时候 再去找兼职 就是你有你的规划 对 她也愿意帮你规划 但是你觉得你不太能接受 是这意思吗 对 因为我现在大四嘛 毕竟从大二走过来 我就想给她一些建议啊啥的 完了人家就不听嘛 不理解我 平时会有一些空闲时间 但是她就去打游戏 完了我就对她打游戏 这事挺介意的 说好几次她也不改那种 我这么问吧 你建议她打游戏 是因此耽误了学业 耽误了社会实践 还是说因为她打游戏忽略了你 两者都有 两者都有 对 那就是忽略了别人卖打游戏 也没有啊 比如她来我学校找我的话 因为是异地嘛 在不同的城市上学 然后她如果来找我的话 我基本上时间都在陪她 我是不会去上网的 还是异地啊 对 那对异地人家来了 你再不陪你 你还把谈什么恋爱 对 那你怎么会觉得 她因为打游戏而忽略你呢 因为那次我们过三十年纪念日嘛 嗯 她头一天说 第二天我带你去公园去 我还挺开心 说人家还记得 完了第二天我们要出门的时候 人家就跟我说说 我临时要有一个会要开 我说那行吧 那你开个会顶多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就行了吧 那我就等你这完了 回来我们去公园 那结果人家一走嘛 两个小时之后才给我打电话 人家就说我刚开完会 之后我说那时间也不早了 那咱去公园也不太合适了 那看电影去吧 完了就看电影 但是看完电影出来我越想越不对劲 我说你开个会 你说顶多半个小时吗 你咋两个小时才来 大学里现在都开什么会啊 就是她那些社团会 社团会 要开两个小时 那天我本来确实是有会要开的啊 然后到了之后 又临时通知说不开了 然后 那你去干嘛了 她打游戏去了 我 我那天本来是说 不开了我就回去陪她嘛 我本来确实是要回去的 然后但是我就碰到一个同学 然后非要拉着我去上网 然后人家也比较热情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我就说上一会儿网 我就再去找她了 我同学当时确实是太热情了 就别解释了 别解释了 就道歉呗 对吧 确实错了嘛 贪玩嘛 这样的事多吗 对当时我 多呀 好几次 还有呢 对 因为游戏我每次都跟她吵架 但她每次就记不住嘛 还有一次嘛 我去 也是去她学校找她 因为异地嘛 完了我就说 她怎么着也得接我一下吧 去车站 完了人家就跟我说 哎呀 我今天太累了 我今天也刚返校 我累得不行 我在宿舍休息一会儿 你自己坐公交过来吧 那完了我心里就有点不开心嘛 有点小失落 我这大老远的过来了 你还说什么 你太累了 那我当时就问你了 我说要不要我过去接 你说不用了 那我已经生气了嘛 我当时生气了 我肯定说不用了 那后来不也接你去了吗 你那是接吗 我都坐到你学校门口的 公交站牌来 你在站牌那接我 那算是接吗 那我是觉得没有意义嘛 我坐个公交车去车站 接着你 然后咱俩再坐个公交车回来 那有啥意义啊 这个连爱有时候 就是要做一些 无聊而无意义的事情 就恋爱了 对啊 那你那天是在宿舍里休闲 还是打游戏去了 打游戏 那天本来我确实是刚返校 又架不住一个特热情的同学 找你去打一把 就去了 是吗 去了 去了 这同学无法拒绝吗 就无法拒绝吗 女朋友重要还是游戏重要 说句实话 女朋友重要 行那就行 态度还是很好的 但他每次都这样说 我每次也问他 那就还有一次吗 还有啊 对 我就是想着两人好久没见面了嘛 完了偷偷去他学校给他个惊喜 哎呀 你们可千万别给惊喜 一般都是惊吓你知道吗 真的是惊吓 你看看 那我当时到了他学校门口了 我说给他发微信也不回 完了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我说这人是咋了 你看周六嘛又不上课 就凭空消失了 那完了我也没办法 我就说哎呀 我存侥幸心理 我去网吧看一看吧 他平时去的那个网吧 结果一去 哎 真然后给逮着了 完了人打得热火朝天的 跟他朋友们 那我当时 你不知道他要来吧 我就上来了 对呀 那人家打个游戏 你上啥火吗 那也不能发微信也不回啊 那打电话也不接 我当时就火就上来了 完了我就 他生气他又不能咬人 他咬你了 你能想象你当时 就是你坐在网络玩游戏 玩游戏突然冲进来 有人咬你什么感觉 我当时给我吓的 都给我留下阴影了 我现在去上网 我看着电脑屏幕 我得时刻盯着门口 我就怕有个人冲进来咬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你游戏可以见了 你经常咬人吗孩子 但是我觉得我那种咬人 就是也不是说很疼的那种 我也不是母要的 你经常咬人吗 咬人能不疼 就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会咬吧 但是不是那种疼的咬 你老咬他 对他一生气去咬人 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他除了第一次咬你还在什么时候咬过你 他就一生气去咬 有一次他来找我玩嘛 我们去玩了两天 玩挺好的 然后他又走的那天 我骑着电瓶车去送他嘛 他就在后边说 我不想走 我想留在这儿 我说那票都买了你能不走吗 你不走也得走 这是你真是情商匹啊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这个 他就生气了 他就在后边咬我 他就不理解我嘛 我票都买了 我自己也知道 我要回学校呀 但是我就是想让他说一句 哎呀我也不想让你回啊怎么的 但是你得回啊 你说你直接给我来一句 你说你不走也得走啊 那不是赶我吗 你那是 我觉得情侣之间没必要说那些话 本来就是嘛 该走就是走了嘛 他说话就是特别直嘛 是吧 那平时就气得我就不行 就是有一次我们去 也是去看电影 我去找他嘛 去他学校 每次都是女生去找男生 就讲了这么多 全是女生找男生 来你接着说 有一次去找他 看电影去 完了就他拉着 我在路上走嘛 有小石头啊啥的 完了我就不小心 把脚给磕了 疼得不行 想让他安慰安慰我们 结果人家直接来一句 你走路不长眼睛啊 那本来就是嘛 有那么大个路你不走 你非得往石头上磕 那这也怪我 这次咬你了吗 咬啊 我得跑啊 他现在一发火 我就怕了不行 行 听明白了 前面讲的 其实都是情侣之间的那种 情趣上的小事对吧 有点不解风情 对 就觉得挺直的 男人和女人 有时候就是 那么思维差嘛 咱们说说你说的吧 你为什么说 她是个妈呀 我刚才听的这些 可妈都做不出来 你知道吗 她什么事都管我 我也不是说 就是一直去玩游戏 我是平常课上完了 有点空闲时间 和朋友一起去玩一玩 因为我感觉 和朋友玩游戏挺开心的嘛 但是他就是 就特别反感 我玩游戏 游戏咱就不说了吗 他还管你什么呀 不让我和就是 同龄的一些异性聊天 啥意思 就上次有个 学习上的问题嘛 我说请教一下 我们班儿成绩 特别好的那同学 问完人家事之后 怕他看见我和人家 跟人聊天生气嘛 我就把聊天记录给删掉了 不知道他怎么还是知道了 然后他就说 我心里有鬼 才删的聊天记录 正常人微信聊个天 谁会删聊天记录呀 你聊个学习 你还把聊天记录给删了 你说我呢 我不多想吗 你要心里没鬼的话 你想聊天记录干啥呀 我就是觉得他 太敏感了嘛 他每次见我 第一件事就是翻手机 就看一看 我和谁聊天都聊啥了 每次见面第一件事 翻半个小时手机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 那我平时跟你聊天 你也啥也不跟我说嘛 平时也有事打游戏去 那完了我不得看你手机 就了解了解他嘛 就平常你在异地的时候 你觉得他跟你的沟通太少了 对 所以你看手机 实际是一个了解他的方式 是这意思吧 那现在还好吧 因为异地嘛 没有安全 你不是马上毕业了吗 我现在就有大肆考研嘛 完了我就想到 去考他那个城市 因为三年异地了嘛 不想再异地了 然后我就想考他那个学校 我说这以后 也有一些照应啊啥的 但是他现在一直打游戏 我就觉得他特别不上进 我就不知道该不该继续 可是他刚才一上来 他可说他自己有规划的呀 他是觉得他现在大二 用他的原话说 学业比较紧 对吧 对我现在课比较多嘛 他想大三开始去奔未来 是这意思吧 对 但是 有废话吗 因为我是从大二过来的嘛 如果你当下大四在准备的话 我是觉得有点晚 哦 所以我又给他建议 就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就是为以后积累一些经验呀啥的 但是人家就不听 我是感觉他现在大四嘛 我才大二 毕竟不在一个节奏上 我就是觉得你不应该用你的那些节奏去要求我 我现在大二 我只是想享受一下我正常的大学生活 我去玩个游戏你就是不让了 但是我觉得你对我们的未来就没有一点规划 你只是在想你自己怎么样 你也不想我现在已经大四 我以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跟你结束了异地真的考到你们学校了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你是期待那个日子到来呢 还是觉得哎呀妈呀终于管我的人出现在我的眼前 还有点有点烦有点害怕呢 是哪种心态 害怕 害怕 还不是期待 你害怕是因为说我害怕有人管我 我没那么自由了 还是害怕说怕被咬 都有 都有 小伙子非常坦诚地把他真实的这个心态说出来了 姑娘觉得有点小危险 你现在是已经考虑到未来了对不对 要到他那个城市去读书 上他的学校 也希望他能够努力 然后你们共同规划一个未来 所以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是这样 男生是觉得好烦是吧 我自己有规划 你老管我干嘛 对 好 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其实像你们这样的年纪的男生和女生 同龄嘛 那女生 而经常爱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跟游戏谁重要 你也问过是吧 对 我这么给你解释吧 你说一个游戏啊 有几十个策划主笔 上百个开发 世界顶级的原画的画师 一流的深优 几年的研发时间 上亿的资金投入 你说这么做出来的游戏 怎么可能不比你重要 你拿什么去跟这么一个 声光画刀刀顶级的一个游戏去比呢 所以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不是谁重要 不要去比 你跟一个 就为了挣他钱的这么一个东西 有什么可比的 对吧 没什么可比的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爱的方式嘛 爱的阶段嘛 其实吧 你们两个人啊 现在处于一个叫规则的置顶期 就你们已经在开始置顶未来的一个亲密关系 长期亲密关系的规则 未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要度过很多年 我们应该怎么过 你应该怎么对我 我应该怎么做 然后我的惩罚机制在什么地方 那么你现在有一些反弹 我觉得你这个反弹也很对 我觉得你要注意 他现在的反弹的原因是什么 他一直提到一句话 你一定要注意 他说我才大二 他多字说我才大二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和你的人生阶段不同 这句话你也说过 对吧 就我和你的人生阶段不同 你可能已经进入那个规则制定期 你马上进入社会 或等等考研 但是他还在一个叫恋爱享受期 就我还在享受恋爱 给我的红利的时候 所以这是你们不同的人生阶段 你要硬生生把它拔到 你这个人生阶段是很难的 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 首先第一个男生你要明白 毫无意义的事情 如果能够让人感动 它就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爱 就是你认为没有实际的意义 但是它能让人感动 让人产生内心的价值 当它可以产生情绪价值的时候 它就是有意义的 这是一方面 这是爱的方式 第二方面 你们现在应该做出一个规则的妥协 给他留出空间 让他明白你在他身边 他继续可以享受到一定的红利 当然如果你越陷了 该受罚的时候还是要受罚 以这种就有奖有罚的方式 来训练两个人的规则 不是一个人的规则 两个人的规则 这才是你们以后能够长久的保障 就这样 找一个陪你打游戏的女朋友怎么样了 不好吧 为啥呀 因为我没有考虑过要换女朋友这件事情 其实 如果你的女朋友是一个会打游戏的女朋友 你也不喜欢 你也受不了 因为现在女朋友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挂名 爱上一个人可能一秒钟的时间就够了 但是如何去爱 实践这个爱 却是需要思考的 他说你们纪念日那件事 他很在意 有的时候 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说 生活要需要仪式感 因为日子平平淡淡一天一天在过 我们给自己设定那么多的纪念日 那么多的节日 这个日子要过 那个日子要过 不是说女孩子有多么的矫情 是因为我们想要让这一天变得有意义 让我和你之间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事情 其实就是可有可无的 你说音乐 电影 看漫画 对吧 你可以看 可以不看嘛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很享受其中的 包括你的游戏 因为让我们的生活显得不那么无聊 对不对 谈恋爱也是 不能空给他一个名一样 就挂在那就好了 但是我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 在他这个阶段呀 就看你等不等得起了 他现在刚上大二 刚开始释放自由 没有那个高中的课业负担 没有爸妈在耳边的叮咛 他刚开始适应这个自由度 然后你每天都在耳边 给他提着 你未来要怎么怎么样 等到他真的到了大四的时候 他开始变定什么阶段了 实习 实习期的烦躁 和这种的 对未来的恐慌和 坠坠不安 那个时候又会进入到一个阶段 就是觉得 你更烦了 我这么多事都忙不过来 你每天还要我陪你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两面来看 就在于你 你愿不愿意去 等这样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 因为这个阶段是必须的 是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是你自己去想明白 想清楚就好了 好吧 珍惜青春的时光 谢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你特别爱他 是吧 是 也经常是你去找他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你有多么爱一个男人 如果他认为你的付出 是没有价值的 你就得停止 否则的话 你在他心目当中 就会越来越廉价 很多女生都会想 为什么一个大活人在这 你不爱我 偏偏要喜欢玩游戏 就是因为游戏当中 有太多让他上瘾的东西 有太多需要让他去征服的东西 而且他 只会去找游戏 游戏不会来找他 而你 因为你一昧地主动地去爱 你已经对他来说 没有征服欲了 明白吗 明白 而且永远是你主动找他 他从来不害怕失去 按道理来说 异地恋三年 希望你飞到他身边 其实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他提出来才是 但是事到如今 你主动地要靠他那个城市的研究生 要到他身边去 他倒觉得厌恶了 这其实不是一种悲凉吗 对 我现在很伤心 是啊 所以 如果他不懂得你的付出 那就一定要停止 否则的话 你的这种所谓的付出 在他看来 不厌其烦 他没有认为这是一种爱 而是生活的障碍 我不是说 在生活当中 每个人要遏制住自己对于对方的付出 我只是指 如果他不懂得你的付出 就一定要停止 因为这样的话 才有利于你们之间的相处 和继续走下去 你 这三年 主体来说是快乐的吗 很快乐 你真的是害怕 他到你的身边去 咬你 去管你什么 要不咱们试试看 咱们试上半年 他不咬你 他也不去看你 你想打游戏打游戏 也永远不用盯着屏幕的同时 还防止后面有人咬你 咱试半年 试半年之后 他如果能够懂得你的 那些付出 再做打算 好不好 就这样 别那么纠结 人的需求是多层面的 不仅仅需要爱情 还需要事业 还需要朋友 还需要亲人 至于未来该怎么办 他心里其实有数 很多说这个男生成熟的晚 确实是男生成熟的有点晚 但是 大多数的男生心里还是有谱的 爱或者不爱 喜欢还是不喜欢 今天你就把那个心里的话 跟人说出来 听明白了吗 你22岁 对于未来的规划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建议你们还可以商量一下 来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我知道 其实我心里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我也知道你很爱我 但是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 在那么繁重的学习下 我真的需要那一点点的快乐 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剥夺我的爱好 不要以你的要求去要求我 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些自己的时间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下去啊 我会 我会和你一直走下去 那我应该有答案了 慢慢爱上了你 慢慢离不开你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主任 谢谢 来 请关门 人家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 请我们的小花儿童 有请 这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在爱里等着你